中文字幕——YK 找到了 清漫入网了毒血液 糟糕 被发现了 把措施叫开 你现在要的是逃避 没想到刁爷我竟落到这般田地 可惜无福消瘦了 不过刁爷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抢的 祖师下一任的记者者 刁爷就在这儿等着你了 小哥少喝点 别喝了 走开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喝不喝酒还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是废人 卑鄙的人是林浪天 别说这个名字 是林浪天在招数里下了黑手 一招废了你的武功 出去 小哥 我 冬儿 你 为什么爹会变成这样 爹明明就是最强者 天天原静 好样的三弟 能不能回那族 就全看你的吧 看 废物儿子 都是他把害的我们没能回那族 你去打他 打他 不说 我竟不是废物 林浪天下了黑手 恐怕 我经脉都废了 还练什么武 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彻底对了武功 还自称是什么人家的天天 这些灵药 这三弟也没什么用 不如就让给小妹们吧 他要走 就随他去 我不许你们侮辱我爹 还敢回嘴 我偏说 老子是废物 儿子也是废物 这个家伙练到现在 连通辈群一项都打不出来 把他们赶出这家 杀 那是因为人家的灵药 全被你们卸出了 废物你想要什么灵药 闭嘴 叔父整天酗酒 书与管教 只有我们来教教你了 一家子废物 你们给我闭嘴 活该一辈子被人打 还是输了吗 为什么我无论怎么努力 都还是别人眼中的废物 我真的是个废物吗 废物 废物 废物的儿子也是废物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是个废人了 族笔是灵世宗族最为重要的大会 每一次大会 都是族内年轻人名扬天下的最佳机会 如若闯进前十 不仅有丰厚的奖励 即便是外族之人 也会被无阻碍地生为内族之人 下一个上场的是你儿子 权子林孝 希望他能进入前十 让我们重回到林家内族 来 东儿 爹爹要上场了 你跟着母亲 来 爹爹加油 灵世外族 灵孝 灵世外族 灵孝 爹爹加油 三天加油 三天加油 灵狼天加油 灵世外族 灵狼天 灵狼天加油 灵狼天加油 灵狼天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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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是谁 就凭他也想打败我三爹 你们还不知道吗 那可是整个大炎郡的传奇人物 林郎天 他十岁突破脆体九重进入地缘境 十二岁进天缘境 十五岁体内元气阴阳交态 体内结单进入圆丹境 天赋一表无人可及 真的假的 赐将了 这小子什么态度嘛 三弟 给他这颜色瞧瞧 嗯 一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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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啊 小哥 啊 嗯 嗯 嗯 还敢打着凌家的旗号说自己是天才 我爱做那废物 不好 他要下了黑手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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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可 林郎天 不 我要变强 我不是废物 战胜林郎天 我要变强 这 这是哪儿 我的伤口都愈合了 这 这是什么 奇怪的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进到我的手里啊 那 谁啊 哥哥 清檀 你怎么来了 哥哥 林山那个坏蛋 今天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没事的 清檀 林山他们太坏了 总是一多气少 爹爹又不肯将你练武 害得你一直打不过他们 我真的没事 你看 我都没受伤 那 真的 当然了 哥哥从来不骗你的 林莽叔叔的两个儿子太坏了 林山野蛮 林虹狡诈 成天欺负人 其实以前 二伯和爹的关系最好了 罢了 不说了 爹今天怎么样 又喝酒了吗 没关系 我明天就去山上 采点灵药 一半给爹爹恢复功力 一半给哥哥修炼 让哥哥 尽快打过那个坏蛋林山 清檀真鬼 那就快点回去休息吧 嗯 清檀睡不着 哥哥陪人家玩会儿嘛 清檀要听话 你本来就是冰寒体质 身体不好 更要好好休息了 嗯 就玩一会儿 玩一会儿嘛 嗯 清檀 别闹了 嘿 我们玩捉迷藏吧 你都几岁了 别怕 那我们比赛去走梅花庄 嘿嘿 天天黑了别出去 嘿嘿 哥 你怎么这么笨 连我都抓不住 看我抓住了 不打你屁股 站住 别跑啊 清檀官 哥哥修炼了一天 很累了 好吧 那哥哥早点休息 嗯 快去睡吧 嗯 嘿 嘿嘿 我得尽快弄明白 这是什么东西 搞不清楚这件事 我今晚不睡觉 嗯 怎么做梦都能看到手里的图案 原来是块漂亮的石头 哎 这些符文是什么 这 这是什么地方 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啊 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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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这光影能打出十相冲被决 刚才我好像也催体三重了 难道 好 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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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梦游了 那光影 石想通被拳 难道是这个石符 干什么 快放手 清坦 黎珊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这株赤羊草 我们昨天就发现了 只是等着今天来哪儿 你把我们的东西给拿了 还是我过分 你不说 清坦 你还是把赤羊草给我们吧 你在这里大喊大叫的 一会儿林冻内废物该赶来了 不过它来了也好 上次我们还没打过瘾啊 不许你欺负我家哥哥 他又不是你亲哥哥 你护着他干嘛呀 就是啊 快把吃羊草给我们吧 是啊 拿来 拿去 真乖 二少爷 二少爷 哥哥 二少爷你没事吧 好啊 你这废物 几天不见胆肥了是吧 看来上次揍你揍得太轻 没长什么记性啊 灵弄哥 不要跟他打 吃羊草给他 我们不要了 清坦 别怕 我告诉你 今天 要 我要 人 我也要揍 那我也告诉你 今天 要我要 人 也要揍 啊 哈哈 你想打赢我 痴心妄想 哥 我们还是走吧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哥哥 你什么时候 原来昨天晚上不是梦 脆体四丑 怎么可能 前些日子 你才脆体二丑 你 你什么时候 要你管 哼 脆体四丑了又怎样 废物 终究是废物 废物 看看谁才是废物 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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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向通辈拳 哀 二少爷 你没事吧 走开 晃什么晃 竟然已经击响了 昨晚的修炼果然是真的 小子 你别嚣张 退下 凌虹 哥 翠帝四重 七想通被拳 不是你能挡下来的 林栋堂弟看来藏桌许久了 小把戏 怎么入林红堂哥的眼 哥 这废物出言不训 我好好教训他一下 他眼里没个天高地高 没大没小 林栋堂弟在外打架惹事 三叔自然会训解 轮得找你来管吗 差点忘了 三叔的武功被废 落得一身的病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力气教训林栋堂弟了 废物 这一家子都是废物 哥 呦 谭妹也在啊 真是越来越标致了 林山这家伙做事向来鲁莽 不过你若是需要灵药的话 只管来找我便是 赤羊草这种一品灵药总归是太没档次了 你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毕竟早晚是一家人 谁 谁很一家人 你还不知道吗 马上就是我们小辈的足笔了 等我在足笔中获胜 自会请爷爷将谭妹许与我 到时我就是一家人了 林栋堂弟 替我照顾好我未来的媳妇哦 你们这些家伙 别去 别 请他害怕 放心 我绝不会让你嫁给这种魂囚 冬儿 统背拳 能打出七响了 呃 是 我也是昨天才 那很好 那很好 呃 是 我也没认识到你了 蛤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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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小冬被决 你觉得可赢得了林宏 赢 赢不了 知道便好 六年前 我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爹不希望你像我这样毁了自己 要想成为强者 就要向这儿如水 稳固根基 叙事待发 冬儿 你天资过人 这些年是爹亏待了你 爹 刚才我打的那套掌法 你可认得 八皇掌 八皇掌乃二品武学 本想明年教你 但你进步神速 我这就教你吧 好 八皇掌不愧是二品武学 比通辈群强多了 等学会了 哥就教给你 怎么了 心事重重的 担心我输了足笔 你要嫁给林宏 放心吧 清澹 哥不会让林宏如愿的 可是 我也不想哥哥受伤 林宏可是脆体欺虫 脆体欺虫又怎么样 我一定会超越他 只要我还在 就没人能把你带走 我家哥哥最好了 清澹啊 你不要总挂在哥哥的胳膊上 嗯 今天倒是听话 哦 怎么了 别怕我 你 这 这寒毒又发错了 没关系的 我忍忍就好 哥不怕了 哥这就带你回家 这石符可以吸收寒气 竟然凝结成了珠子 哥哥 哥哥 寒气退了 嗯 好像是的 你觉得好点了吗 嗯 好多了 谢谢哥 傻丫头 说这些做什么 可我的寒毒越来越重 如果害得你也 傻瓜 凭你这点寒毒 也能害到我 不是吹 我已经修炼出 能吸收寒毒的心法了 瞎说 连爷爷都说我这寒毒无解 连爷爷都说我这寒毒无解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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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 那你看好喽 天灵的影帝灵灵 神仙佛族 快显灵 妈咪妈咪 哼 唉 唉 你这呢 唉 哼 哼 怎么样 没骗你吧 哼 我家哥哥也太厉害了吧 噓 静谈 这件事可别告诉别人 包括弟和娘都不要讲 好吗 嗯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哼 哼 哼 哥 好看吗 当然 我的妹妹最可爱 清谈 哥绝不会让令红得逞的 嗯 嗯 哼 哼 厉 iiiii 原力种子 这便是脆体第六种了 你等等我 快点 猪鼻马上开始了 三弟 这次怎么舍得离开你那窝棚了 二哥 就为了 商养好了 想和小辈们过过招 终于舍得出来见我了 爹 对不起 爷爷 罢了罢了 总算没等我进关才采来 他还有脸来 今天是我邻家家族祖笔之日 老夫也不多说废话 老规矩 祖笔为类台赛 谁在台上坚持到最后 几位圣者 为我林家最强小辈 来比一比 看谁的强 来啊 哥哥 哥哥怎么还不来 二哥哥 子 你 这光阴完善的霸王杖 果然了得 催迪六种 不行 还不够 接招了 林山 果然还是哥哥厉害 可再有人与我比试 等等 还有我 哥哥 你怎么还不来啊 不知谭妹有何见交 不敢 我未来的媳妇好凶啊 谁要嫁给你 青谭妹妹不嫁给我 想嫁给谁呢 与你无关 瞧瞧这坏脾气 我喜欢 谁稀罕你怎么想 放心 我可舍不得打你 谭妹 承让我 承让什么 我还没输呢 好了 青谭 结果已输 本次足笔胜者是 且慢 哥哥 爷爷 不知可否让孙儿一试 父亲 这不好规矩吗 足笔的规矩就是 但凡晚辈 皆有资格参加 多谢爷爷 亦乱即使 怎么 三叔教训不了你 要我来 我倒想试试 凌鸿堂哥的身手 想取青谭 得看你有没有 这个本事了 冬儿竟然脆体六宠了 这小子竟能与灵红对上 那么多招 你居然脆体六宠了 我倒是想了蛋你了 哼 那你再看看这个 什么 九小通背拳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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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又如何 凭通背拳之中给废物用的一瓶武学 也想赢我 八方长可不是你这么用的 一瓶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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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把王长 而且 而且比你的厉害 是不是 不可能 你不够脆体六宠 不可能 脆体六宠 不可能是你达到了脆体七宠 脆体七宠 还想娶我妹妹 这么多年来 你们奚弱我爹 欺辱我和清潭 骂我和我爹是废物 废物吗 我没日能夜的修炼 即使没有你们可以享受的灵药 即使没有家族武学的指导 今天我依然会超越你 祭拜你 你所有的欺压 礼仪 羞辱 我都已经气劳 忍下 化为动力 神后 加杯 奉还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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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不 就 哪里 是 Hoff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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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笃我 不是 魯箱 斗 忍 精彩 决定的精彩 本次足比的盛者是 林孝之子 林栋 好 好样的 这是林家 雷家与谢家 现在 雷谢两家已经定下婚约 抱团取货 想将我们赶出青阳镇 我们想要翻身 必须和他们联盟 狂刀武馆 没错 狂刀武馆位居青阳镇边缘 不太会理会我们三大家族的事 如何说服他们呢 我已派人去谈联盟之事 还在等消息 另外 还有一事 对 狩猎战 狩猎战关乎家族荣誉 我们不能输 既然冻儿赢得了足比 那这次就派他出战 这几个月 你们要全力帮助冻儿 提高实力 是 这次狩猎战 我们要做到万不一事 听说林家族比的圣者 是一个叫林洞的小子 林洞 什么路数 林洪呢 不明小辈 侥幸赢了林洪吧 林洪 林洞 林猫 林狗 不足为虑 丽儿 丽儿修炼到地缘境了 地缘境阴气已入丹田 和原力融合 这岂是那些脆体净的小子可比的 妙啊 妙啊 我会在狩猎战中 让林家小子知道厉害的 我也会助利哥一臂之力 让姓林的知难而退 undes自立客人 氓 这是 确丽儿 丽儿 活芒虎 这是这次的寿命目标 看来今天可要大干一场了 活芒虎可是相当于天元境的舞者 你们怎么可能干得了他 你们只需从他身上 弄一块鳞片便可 东儿 可别大意了 虽说半个月前 你已经脆体脚虫了 但若蛮干 是不会有机会的 是 爷爷 东儿知道了 林震天 好久不见哪 林家可将这次狩猎战的彩头 准备好了 彩头还不都是为你雷家准备的 听说雷厉已经地缘境了 看来这次我们又只能做个陪客了 这便是狂刀武馆馆主罗成 雷家家主雷豹 谢家家主谢迁 看来狂刀武馆这次也是有备而来啊 那是狂刀武馆少馆主吴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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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我去一下后才去 嗯 嗯 嗯 不就打了一耳光吗 还酷酷啼啼的没完啦 一根项链而已 我堂堂谢家小姐 难道还会借了不还 你这哪里是借 明明就是抢 这项链不像是你们林家的 一定是聪来的吧 你胡说 这是哥哥送给我的 哼 就凭你那废物哥哥 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鹰珠项链 给我 不行 你放开我 放开他 清檀 你没事吧 哥哥 哼 我还以为是谁 才说到你这废物 别紧张 不过是和你妹妹玩玩而已 小镊子皮还挺娇嫩 参加狩猎战的 不会就是你们俩吧 看来你们林家 果然是没人了 竟然让一个废人的儿子出马 行了 本事不大 脾气倒不小 姐姐我这是好心教育他 你打我 你竟敢打我 林洞 哥哥你没事吧 敢打我的女人 你小子活腻了 哼 他打了我妹妹 我打她 天经地义 雷厉大哥 他太猖狂了 你会为你的话付出代价吗 哟 你们倒是自在 在这里就切磋上了 比个赛还得长老来请 面子挺大呀 吴云 你别多管闲事 我再不管管闲事 青阳阵都快被你们当成自己家了 狩猎战即将开始 都随我上擂台 是 是 我再重申最后一遍 一方以上得到鳞片 则回到擂台 进行一对一的比试 圣者 则为狩猎王 狩猎战公平竞争 不得作弊 不得杀人 都听清楚了吗 是 好 狩猎战 现在开始 哥 刚才你打了谢盈盈 雷利她一定会报复的 不用担心 哥不怕她 可是 雷利是青阳阵小碑中实力最强的 听说已经突破到地缘境了 地缘境吗 哼 听爹说 地缘境比翠体境强的 可不是一星半点 哥 我们还是小心点的好 放心 只要他们不挑事 哥不会轻易招惹他们 嗯 雷利大哥 怎么办 这黄猫虎受的纵伤 还那么难对付 也不知是什么妖兽 能把他伤得这么重 趁他残血 肉快上 哥 怎么办 黄猫虎被他们先发现了 别着急 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 谁 青苔妹妹 警觉性不错呀 是你 啊 大胆 你们胆敢袭击我们少馆主 哎 那么大声干嘛 吵死了 青苔妹妹的礼物 我收下了 油枪划掉的 哥哥 我们还是要小心他 嗯 看来你有所顾忌还不敢出手 现在上去是自寻死路 嗯 若是我们联手 你觉得有几分胜算 嗯 我们去后面商量 你在这儿守着 顶紧了啊 嗯 走 现在火芒虎的体力 已经被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 那四个人中 只有雷厉和谢盈盈值得一提 如果我们过去 先将那两个菜鸟制住 然后三个人拖住雷厉和谢盈盈 一个人去偷袭火芒虎去灵骗 你觉得如何呀 计划倒是不错 那事成之后 事成之后 彩头我们两家评分 至于灵骗 谁得手便是谁的 你说话能算数吗 哥哥 我们不答应 哎呀 清坦妹妹 方才你被人欺负 要哭鼻子的时候 可是我向你哥哥通风报信的 咱们能不能有点信任 谁哭鼻子了 既然各凭本事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同意合作 好 君子一言 驶马难追 出去 干他们 快上 他已经不行了 把他宰了 不就取个鳞片 何必赶紧杀绝呢 哼 刚才没有教训你 现在自寻死路来了吗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聪明人 没想到也是个蠢货 竟然跟林家练手 找死 哼 聪明人 可不会这么快下结论 五月 我来拦住雷利 你趁机冲过去 啊 什么 就你一个人 这小子真乱来 哼 丑死 先别管那老虎了 都和我伤 灵动这小子 竟然能和地缘进的雷利对拳 而不落下方 你 谢了 青檀妹妹 小猫咪 看我都帅不帅 啊 得手了 好烫好烫 什么 鸣片打开 做梦 快撤 追 青檀 你送他离开 我去见影无缘 哥哥 你要小心啊 哼 狩猎王 狩猎王 怎么回事啊 狩猎王 归我了 你们 居然布了陷阱 你真是作弊 作弊又怎么样 我本想用他对付活猫虎的 可那畜生没有上当 倒是你这个畜生掉进来了 哈哈哈哈 可恶 你这么做 就算拿到灵片 也不能算是狩猎王 可惜啊 只要你死了 就不会有人知道我做了什么 你以为你们能玩得过我 放开他 放开他 怎么 特地过来收尸的吗 雷蒂 你别忘了 狩猎神规定不能杀人 如果他死了 狂刀武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哈哈哈哈 他的确会死 不过不是我干的 是他 哼 吴云 这 这是 没错 这底下就是活猫虎的洞穴 活猫虎的厉害你也见识过了 下去了 必死无疑 你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春货 不知死活 哼 吴云 嘘 你疯了吗 你竟然跳下来了 君子一眼 驶马难追 你 来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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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怎么还不回来 诶 有人回来了 哈哈哈哈 哼 哼 哼 爹 爹 诸位长辈 我赢了 烈儿 干得好 哈哈哈哈 我家哥哥呢 各位叔叔 林洞与吴云为了获胜 竟然跳进了活猫虎的洞穴 现在 恐怕已经命丧黄泉了 你说黄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冬儿 冬儿 冬儿不可能这么做 可惜了 林家和狂刀武馆 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谁说我们死了 林家人回来了 是啊是啊 不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出来 哥哥 你没事吧 青潭乖 我没事 青潭妹妹 我有事啊 我的脚扭伤了 哼 出来了又怎样 林片在我这儿 我已经是狩猎王了 哼 我们不仅活着出来了 还带来了好东西 我们把活猫虎带出来了 哈哈 啊 这 他死了 看来 我们命不该绝啊 奇怪 这魔狐好像想保护什么东西 这洞里有秘密 原来有幼崽啊 灵动 这一下我们可转翻了 这幼崽很值钱吗 那当然 幼崽可是能被驯化的 长大了多厉害 你也见识过了 这真是俘获相依啊 正好两只 一人一只 看在你下来救我的份上 你先挑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我要这只 这只看起来病痒痒的 你怎么选他呀 可能是缘分吧 我看他顺眼 好吧 那这一只归我了 虎妈妈 放心吧 我们会照顾好你的孩子 多谢你把我踹下山洞 我们才能找到 火毛虎的幼崽 你们雷家 还真是不择手段啊 你少污蔑我 明明是你们成人之威 要不是我们消耗了 母虎的体力 你们怎么可能得到 火毛虎的幼崽 爷爷 按照狩猎战规定 我拿到了火毛虎鳞片 狩猎王应该是我 彩头都是我们雷家的 这个无赖 还想占我林家便宜 火毛虎又才 狩猎王只有一个 既然林家和狂刀武馆的小辈 也得到了火毛虎的灵片 那就应该上擂台对决 不然这狩猎王的头像和彩头 可不好分呢 若不是雷厉他们将母虎击败 想必你们也无法得到火毛虎的幼崽 这事儿今天你们也必须给个交代 交代 莫非你还想把幼崽要回去不成 罗官呢 这样下去事情可要闹僵了 要不这样正好是要比试 我们就以比试定归手 谁赢谁就带走幼崽 怎样 光凭你一张口就想夺幼崽 天下间哪有这么好的事 我用铁木桩做抵押 铁木桩 如果你们赢了 那这铁木桩便是你们的 但若是你们输了 就得将火毛虎幼崽交给我雷压 林震天 罗城 你们敢不敢接 竟然连铁木桩都压上了 哼 小玩大的 铁木桩可是雷家的生财宝地 雷豹竟然舍得把这个桩子拿出来 那他也是笃定雷历会赢 毕竟雷历已经是地缘境了 小胚之中无人能抵 怎么 怕了吗 父亲 算了吧 你 你要干嘛 赢个铁木桩回来 好 我林家 接了 给了点甜头就上钩了 看来林家小子也只是个有勇无谋之辈 哼 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正好让丽儿活动活动筋骨 希望我是对的 东儿应该不是一时鲁莽吧 爹 林董平时性格一向沉稳 他应该知道雷历的实力 既然敢接下此战 想必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敌牌 东儿 爹 我会让你输得一无所有 哇 不愧是地缘境啊 哇 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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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弟 你不是说 东儿才淬蹄九重吗 东儿 你所识得的阴珠 所跃寒的阴煞之气 至少达到了五等的层次 若能控制吸收 汇入丹田 与原力融合 定能突破到地缘境 不过这阴煞之气过于狂暴 以你现在的实力 万不可轻易尝试 这 这臭小子 这小子 果然没那么简单 你竟然也是地缘境 怕了 现在得意还早了些 灵神爽 还算有见识 灯儿竟然能跟雷厉正面硬扛 而波罗下风 这小子 竟然把武学也修炼得如此炉火纯青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三瓶武学雷暴击 这可是雷家群血啊 惨了惨了 火猫虎怕是要让你哥 输给姓雷的咯 哥哥 你助神保佑啊 灵动灵啊 我保证再也不撩妹了 够强 不够一三瓶武学 不够一三瓶武学 好了小子 该结束了 哼 武学可不是光笔品鉴 一行二用 一手为拳 一手为掌 这小子还真是个武学奇才 诸神显灵啊 不过刚才许的忌评只是随口一说啊 别当真 别当真啊 认输吧 铁木桩是我林家的了 左梦 老子还没动真壳的呢 雷光 雷暴 这是擂台比武 不是生死之战 雷力丹 哼 对我雷家而言 每一战皆是关生死 你们若是怕 就主动认输 爹 快让洞儿认输 四瓶武学奔雷光 可是雷家绝血之一 雷家 只是在下杀手啊 爹 再等等 等等 还等什么 奇异门印 这是足弊后 洞儿从武学馆挑选的三瓶残品武学 如此难的武学它竟然炼成了 可这武学只是残片 即使炼成 也至多只有一处 怎么可能挡得住四瓶武学奔雷光 冻儿疯了吗 你去死吧 这 这奇异门印 不止是一种 小子 你挡不住的 奇异门印 爱重 这 这 怎么可能 铁木桩 我雷家收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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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 你生了个了不得的儿子 雷豹 铁木桩交接之事 还仅在半月内完成 众目睽睽 你雷家不会不认账吧 众目睽睽 你雷家不会不认账吧 雷豹 铁木桩交接之事 雷兄息怒 你很快就要突破到小园丹境了 倒是别说铁木桩 整个青阳镇还不都是你的 跟我斗 好 我们走着瞧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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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小颜真喜欢你啊 哇 怎么长这么大了 刚捡回来时 是我的那只更强壮吧 你能给他为了啥呀 一不小心就长这么大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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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马队离开了 你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雷家迟迟没有交付铁木桩 今天是最后一天 五月 替我照顾夏清潭 我也去铁木桩看看 太过分了 这都是雷家干的 不光会临 他们还会低 雷家好手段哪 带人四处看看 损毁程度 是 这些混蛋 这领地算是全废了 再往深处看看 希望还有能用的地方 小颜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小颜 真是的 跑哪儿去了 这里已经很危险了 怎么了 你发现什么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地方好热啊 那些红色的光 到底是什么 是下面进来别有录天 哎 别乱跑啊 小爷 你到底在挖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这妖兽的妖灵 别乱吃东西 你 你这个大卫王 还好没事 那些红色的好像是岩浆 这里不会是火山吧 难道这妖兽想吃这朵花 小爷 怎么回事 想干什么 闹什么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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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儿 动儿 动儿不见了 爹您放心 已经在找了 连自己儿子都看不住 你不知道冻儿现在对我们林家有多重要吗 再去找 是 你怎么回事 先别管他了 爷爷 爹 你们看 这是什么 杨 杨原石 那地方到处是岩浆 好像是个火山洞 火山 那可是杨刚之气聚集之地呀 杨原石一般不会单独出现 能倒是 狂慢 冻儿 快带我们去那山洞 根本什么都没有吗 父亲 看来这次只是冻儿运气好 杨原石哪能那么容易找到 杨原石 不仅吸收天地原力 而且还融入了阳刚之力 若能找到矿脉 老夫便有望突破到元丹境了 是啊 天哪能不能够 如梦 爹 爹 这真的是杨元石矿脉啊 雷波老狗 你这下可亏大发了 真是天佑罗林家呀 这石符果然可以炼制杨元丹 这看着比爹用石块杨元石炼制的 还要精纯 发财了 你说说你 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药药甜来尝 你就别训他了 平时还不是你最疼他 都怪这家伙 害得我拷药时手都被烫到了 让我看看 以后别这么辛苦了 那爹的伤 爹的伤总会有办法的 过几日 我就会随爷爷和爹 去严城秘密出手杨元石 严城 有了闲 有了闲 在严城什么高等你又买不到 此话当真 严城突然出现的大量阳元石交易确实与林家有关 看来他们真的从铁木桩里挖到了杨元石矿卖 这等好处竟归了林家 让人如何甘心 我倒有个办法 趁着林家再去严城交易的时候 我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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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这么办 嗯 放心吧 动儿心性沉稳 这次带他出来 也就是让他长长见识 父亲说得是 只是严惩人多眼杂 不免担心 也就一个时辰 他就要回来跟我们集合了 能出什么事啊 这 手脚都麻利点 奇物能 哇 黑铁刀上好的黑铁刀呀 我跟你讲啊 我这黑铁刀可厉害啊 消贴人机啊 可都是上笔货呀 哎哎小哥来快快快快 黑铁刀 买一把呗小哥 我走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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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严惩啊 嗯 哼 嘿 嗯 嗯 好强的精神力天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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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这不是拿来卖的 这可是二印扶石铭刻骨符文的乾坤带 你 你买得起吗 别跟这耽误我做生意 诶你等等 这乾坤带多少钱 钱 哼 拿四十八块洋元石来换 你有吗 那洋元石啊 现在还真没有 哼 不过 我倒是有几颗洋元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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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知道是一块上古神木的碎片 但究竟有什么用 我也没搞清楚 刚刚还有一位大小姐也看中了呢 你要想要肯出高价 我就卖给你 你要多少钱 二十块洋元石 洋元丹可以吧 当然可以 那 这块神木是我们家小姐的 可探到了什么 您家果然是去严城贩卖洋元石了 安来迟了吗 是我们的老朋友来了 哎呦 见过大小姐 这小哥出了高价 非要买走 您看 这神木我方才就看中了 在严城我想要的东西 还没人跟我抢过 谁付了钱东西就是谁的 还能仗势气人不差 福利 什么鬼神儿 精神力 何方高仁 原来是师父啊 善儿 你怎么来了 好 姐 三叔 爷爷 黑龙寨 黑龙寨的人把我们家给围了 大伯正在跟那帮孙子拼命 让我逃出来报信 我林家向来与黑龙寨轻毫无法 他们为何要来犯我林家 难道 是雷家 善儿 你先在这里休息 等东儿到了 再护送车队回家 林芒 林霄 你们跟我快马加鞭回家支援 是 好吧 既然是师父看中的人 紫月就放他一马 我逛祁物楼的事儿 师父也得给我保密 哼 谢大师出手相助 小子 单说一个谢字可不够啊 请问大师 有何指教 嗯 大师 您这是 您这是 小家伙 你可知道什么是浮尸 浮尸 呃 刚刚 这便是浮尸的世界 是不同于武者的另一种修炼形态 用精神力操控天地无极 怎么样 小伙子 要不要拜我为师 探索新的世界 真的可以吗 我 不行 身上带着师父这种逆天神物 若是秘密曝光 带来灭门之灾 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嗯 嗯 大师 小子实力低微 在分析修炼福道的话 恐怕有不妥 还望尽量 随你吧 日后若是改变主意 随时到万金商会找我 我等你 多谢大师太爱 林东告辞了 等等 相见是缘 这东西便送予你 也好让你多了解 福尸一道 林 林东少爷 可找到你了 黑龙寨 偷袭了我们林家 家主已经带人先回去了 你快回去看看吧 什么 黑龙寨 怎么可能 那铁木桩呢 什么情况 不 不知道 林山少爷 是从家里突围出来报的信 只说家里被围了 清檀和小燕还在铁木桩呢 不行 我得去铁木桩看看 你先回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与谦废物 别想拦住俺巫煞 乖乖交出铁木桩 饒乖交出铁木桩 饒乖交出铁木桩 饒交出铁木桩 饒交出铁木桩 黑龙寨 黑龙寨二当家乌煞 黑龙寨兵分两路供我林家 好大的手笔啊 哥哥 没事吧 没事吧 哥哥 怎么 怎么救你一个人 爹爹和爷爷赶回家里了 放心 我能对付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是林栋 俺听说过 正好 俺正要找机会 收了你这条贱命 这就是 黑龙寨为何要对付我林家 背后 是受何人之识 央言实况 这么肥的产业 谁不想来分一杯羹 这铁木桩 你林家得来的不明不白 就怪不得别人眼红 借口 只怕黑龙寨 是雷家手中的一把刀吧 既然知道是刀 就别怕见血 果真是天元剑 小蛋 今天让你有命来 没命回 小蛋 今天让你有命来 哼 吃了我天元镜的一招 竟然还没死 清潭 你带着家爹守住门口 嗯 巫杀交给我 小颜 你保护清潭 快点 幸好事先含着的杨元丹 补充了一些元力 但 也支撑不了多久 静怡是地元剑好奇 照这小子的修炼速度 顶多一两年 就能进入天元境 此种祸害 必须得死 呀 俺虽然杀了不少人 俺还真没试过 再命这种天才是个杀格尔路 此风少 走 快耗尽了 看你还能等多久 杨元丹已经耗尽了 看来只能试试那个了 奇门叶 第一手 哼 竟然还还手 是在天涯岛养营吧 奇门叶 押手 果然是个天才 看来不理他 小子 受死吧 一门叶 第三手 哥哥 幸亏俺留了后手 这碎元缩 能撕裂元力 凭你们这点本事 还是别他娘子在啊 这丢人现眼了吧 哼 哼 哼 我手撕了你 哼 砸碎 先送你去见阎王 去 哥哥 小爷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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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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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样还赢不了他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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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看 幫我拖曳時間 我必須突破 才能戰勝他 保護哥哥 殺 殺 你們這群廢物 死瘋手 來不及了 看來這黑龍寨三當家的位置 輪到我來做了 還真是前軍一罰呢 哥哥 秦达 没事了 没事 也该试试天元净的实力了 无煞事吗 打伤我妹妹 打伤小颜 我要你 加倍 凤凰 什么 乌煞死了 怎么可能 林家的势力全在林宅 还有谁能杀了乌煞 林栋 林栋一人 怎么可能 怕一个人杀了乌煞 这林栋真是我们的心头大患啊 爷爷 您快要突破到小原丹境了吧 快了 我突破之日 就是他林家遭殃之时 而且 这一次 我还要亲自去请那个人出马 情节已经送出 现在就等林震天来自投罗网了 只要他敢来 我定让他有去无回 看来雷兄已经成竹在凶 不过 林震天也非鲁莽之人 雷兄也不可大议 谢贤帝放心 我还请来一位高人 此时可保万无一失 高人 嗯 难道此人实力还在雷兄之上 哈哈哈哈 这是 精神力 成功了 凝成了本命福燕 我应该也算是一夜福尸了吧 嗯 う ん 炎大师赠过的神动拼果然了得 稍加参赌并助我修炼成了一印胡施 让我有的用精神力操控最元素的回事 看来有机会再见 我得好好谢谢他 接下来该研究研究上次收来的古墓了 没有这些符文 看上去就是块普通墓图嘛 这是精神力 嗯 嗯 这符文果然能感知我的精神力 我倒要看看 这里面究竟是什么 竟然有一层精神力屏障啊 好强的远力波动 是爷爷 爷爷终于要突破了 这符文果然能感觉 这符文果然能够 帮助我 看上去 这符文果然能够 帮助我 看上去 这么多的 这符文果然能够 看上去 看上去 四星远难 何方高人再窥视联谋 爹 恭喜你 林家终于有了一位圆丹静的强者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雷蟹两架了 恭喜爷爷 这是小圆丹静罢了 小圆丹静 圆丹静可细分为小圆丹静 圆丹小圆满和圆丹大圆满 对于武者而言 进入小圆丹静 方才是真正上了修炼一道 修炼意图乃窃阴阳夺造化 短涅盘莫生死 圆丹静之后 便是所谓的造化三境 那等手段 当真是通平彻局 原来还有这么多门槛等着卖 除了圆力 修炼意图 还有精神力一脉 刚刚就在我凝聚圆丹之时 感应到了一阵浮尸的精神力 虽然稍纵即逝 但还是很强烈 是个一阴 甚至达到了二阴的服饰 二阴 真的有二阴的水平 怎么会 咱们青阳镇还有只高人隐藏 爹 您突破成功了 你没在此处为我护法 做什么举 正要说这件事呢 刚刚雷家的人送来了请柬 说是邀请我们赴宴 为损毁铁木庄之事道歉 道歉 雷家这是想搞什么鬼 我们灭了黑龙寨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明摆着就是个圈套 管他真的假的 爹已经修炼到了小元丹境 我们也不怕他 爹 我们怎么办 老三 你也恢复到天元境了吧 是的 爹 多亏了青檀那小妮子 天天给我熬药呢 好 这个时候 再龟缩固守 已是没有意义了 联系狂刀武馆 我倒要看看 雷豹那个老不服的 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李兄 老兄 最近一段时间 咱们几家一直误会不断 来 为了消除误会 雷某略被薄酒 不成敬意 来来来 庞上请 请 我们就在外面聊吧 你 还要 我 你 要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两位是想化干戈为玉帛 青阳镇的大家族 数来数去也就我们几家 合则共赢 斗则俱损呢 所以 所以我雷家与谢家经过商议 决定组建个小商盟 到盐城一起发财 不知两位依下如何呀 商会同盟 说得好听 敢问这会长谁来领衔呢 雷某不才 愿担此重任 你的意思 是让我狂刀武馆与林家 一起跟你打下手了 罗兄未免多虑了吧 谁不知盐城游水族 我与雷兄 不过是想与二位一起发财罢了 雷谢两家志向远大 非我等可比呀 盐城游水族 但我们却没那本事 所以 联合之事 还是作罢吧 告辞 且慢 两位不愿意 是觉得我雷家 还没资格领导青阳镇 小元丹静 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就把话吵明了 青阳镇的谋当 我没报当定了 你们两家向来对我无敬 怕伤我而占我庄园 今天不留下点什么 休想踏出我雷宅半步 口气倒是不小 那我倒要问问 你想让我留下什么 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加入商盟 出手称臣 要不把铁木桩的地契留下来 果然是对铁木桩面面不忘 我雷家受你欺压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从君往后 我们绝不会再退让 你想要的 我也绝不会给你 静静迟迟罚脚 那 就把命留下来好了 那得看你有没有本事受 让开 让开 长辈们在里面谈事情 我们做晚辈的 就不要擅闯了 你 你也 你就 你 来吧 新仗旧仗 一起算 真有个浑荡 这是 雷鲍 看来你雷家在青阳镇的威望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嘛 大师出手相交 谢某敢进不进啊 不过也罢 既然答应了你们 那自然会帮你们 把一些麻烦给解决掉 那就有劳大师了 你是何人 谢一门副门主 二印扶尸 古影 扶尸 先是偷偷摸摸 到我林家的铁木桩偷窥 现在又主动搅进 青阳镇的争斗 这可不像谢一门的作法 偷窥 我古某没这个习惯 至于绞尽你们的争斗之中 那是因为雷鲍答应我 夺回铁木桩之后 会分给我六成的收益 那铁木桩 是我林家明镇严顺赢来的 这我不管 不过 若是你林家愿意将铁木桩送于我的话 袖手旁观 倒并非不可能的事 你 你们怎么还不退下 精神力的攻击可不长眼睛啊 若是伤到了你们的神志 那之后铁木桩可就由我血衣门带为打理了 没想到堂堂血衣门竟然也如此卑鄙 赔比 好强的精神力 可恶 动不了了 不错 竟能顶住我的精神力威压 可真 好 没事 杜儿 不可罗马 小园丹静的师弟 也不过堪堪能与伊印福尸康康 在我面前 你们就是杂鱼 这里可不是只有你一个福尸 冬儿 爷爷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不要紧 你何时修炼的精神力 爷爷 先不说这个 刚刚那个古影只是精神力化身 得赶快找到他本尊 不用找了 小小青阳镇竟有位这么年轻的福尸 有气 有气 爷爷 你照顾一下其他人 冬儿来对付他 哦 小伙子很自信嘛 现在的你应该还是一位伊印福尸吧 光凭现在的你却还不是我的对手 而且我这人不死留后患 小子倒有些控制力呢 好强 这就是真正福尸的力量了 好强的精神力 好强的精神力 这 这真的是冬儿的力量 难道上次窥探低的人就是 这 这怎么可能 小子 你的精神力虽强 但对于使用之法却是粗浅不堪 这是你现在的致命弱点 那可未必 好强的精神力虽强 好厉害啊 冰冻 你小子能不能瞄准点 用精神体吗 厉害 这就是精神力的战斗吗 简单几招 竟然变得有模有样了 这小子的精神力 根本就不是伊印福尸 小子 接下来我便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福尸的精神秘迹 游戏就到这里了 这 这精神力竟然可以宁为实体 化神针 该死 这化神针竟然能轻易地穿动精神力屏障 知道了 那就去死吧 我可以想办法挡住这化神针 精神力屏障 这古影精神力屏障那么好 正好拿来试试看 想要我死 你那么容易 这 这是什么 我古影什么场面没见过 说到底只是区区一印复试 我堂堂二印复试 不幸连你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都解决不了 守死吧 本印复印 他居然把自己迷弯宫的本印复印都照出来了 他居然把自己迷惑 怎么会这样 多谢你用化身针 打碎古人外的精神屏障 才让我得以学会 这古真福音明映之法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你的力量 好像都被我吸收了 小子 你把本命名符的修炼之法交给我 我帮你灭了雷血两架 如何 如何 本命福音被吸收 连人都变蠢了 太晚了 古影大师 这里的浑水 不该看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少不了我 你忘了防守背后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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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灭我林家 都要付出血一般的代价 啊 山雲前沿 未曾斜长路茫茫 未曾欲长方破浪 风影却 山势里人出行 请别一杯敲细雨 白去通过西 只剩天地独无影 有时蔚蓝可弃 一人万当去自行 风花一起绝尘去 木染一眼春花季 却让一生抱得三寸光影 无所谓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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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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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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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总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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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雄雄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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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